在一间混案的酒吧 男子拥有上千美元雇了一名舞女贝拉 她用尽手段试图吸引这位冷漠的客人 却始终未得其所 利雷的不同寻常让贝拉猜疑不已 甚至误认为她是一名卧底警官 愤怒与困惑之间 她把钱扔回利雷的怀里 并逃到了附近的快餐店中避难 只希望能够晚些再回来继续她的工作 不过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 她在那里再次碰到了利雷 这名通常隐藏在黑暗中进行交易的女子 突然发现自己完全暴露在灯光下 感觉异常不自在 正当她感到尴尬之际 利雷主动靠近 揭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专业从事重金属产业的商人 此行新奥尔良只为了出席一个峰会 在消除了对她的疑惑后 贝拉也开始向她致以道歉 分享了她最近的困境 无法支付欠下的租金 若再次被警方逮捕 她的生活可能会面临崩溃 看着年轻的贝拉陷入如此困境 利雷决定伸出援手 她献上帮贝拉支付了餐费 然后在回程中 给了她一笔可观的生活费用 贝拉不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 利用她一个人害怕的黑暗机会 她试图将利雷引入她的房间 用尽全身技能来引用她 但结果再次被拒绝了 利雷沉默面对质疑 只是装睡过去 因为在利雷的内心深处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十几年前 她和妻子曾有一个女儿 但一个车祸 将她从他们生活中带走 自那以后 她的妻子遭受了极度的精神折磨 整整十年没有离开过别墅 夫妻生活几乎为零 尽管起初 利雷能压抑住失去女儿的痛苦 安慰她的妻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也无法处理 即在心中的压力 开始寻求一名餐厅女服务员 作为精神支柱 遗憾的是 没过多久 她也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让利雷再次失去一个 可以倾诉的对象 深夜里 利雷在车库里低声哭泣 她的妻子试图进去安慰她 但在手触摸到门把的那一刹那 她犹豫了 因为一旦她进入 将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曝光 在这段婚姻关系 也就只剩下尽头 最终她选择了隐瞒自己的感情 欺骗自己 仍处在一个正常的婚姻之中 利雷却浑然不知 她早已东西一切 第二天还如往常 与她告别 继续前往新二粮参加会议 尽管这些同事 让人体会兴趣 不是在一直夸耀自己的风轻往事 就是得意洋洋地分享子女的成长点滴 每一个字眼像真一样 深深刺入利雷的心中 为了避免更多的伤害 利雷只能喊着苦笑 抽身会场 寻找一个酒吧 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 然而在这个陌生城市 她不慎走进一个地下酒吧 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最初利雷意识到 自己走错地方 本想即刻离开 但对方站头属于的卷发 让她不由地想到了已故的女儿 这个名叫贝拉的女子 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如果她是她的孩子 她绝对不会沦落到 过上这种放荡的生活 于是携带着复杂的情感 利雷陪着贝拉回到家 像一位父亲一样 轻轻抚摸她的额头 安抚她进入梦乡 这或许是贝拉有生之年 睡得最踏实的一夜 然后在第二天的电话铃声中 利雷被迫从梦中 和女儿重聚的场景中苏醒 在她为贝拉盖好被子 防止她着凉的时候 不经意中 她看到了她手腕上的刀疤 她不能忍受一个如此与女儿相似的人 继续这般痛苦的生活 最后在结束了工作事务后 利雷给遥远的家乡妻子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自己会再待一段时间 然而具体的理由 她尚未找到合适的言语来解释 这样含糊不清的消息 让妻子路斯误认为婚姻陷入了危机 为了拉回丈夫的心 这位已经十年未曾走出家门的女人 决定亲自驾车去找利雷 正当路斯坐在驾驶位上时 她感受到一阵困惑 尽管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还是未能正确调整座椅的位置 同时利雷抱着满满一堆清洁工具回到公寓 她并未在意贝拉的表现 直接进入了浴室 开始忙活起来打扫卫生 两人之间的互动 无疑像一对妇女一样调皮 在家务活全部完毕之后 利雷带着贝拉出去享用午餐 用餐过程中 她提出了一项协议 每天给贝拉数百美元 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居住 尽管贝拉不太明白利雷的真正意图 但考虑到她过去几天展现出的尊重与真诚 她最终决定放下防备 同意了这项协议 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对的 贝拉在白天休息时 利雷便专心打理公寓和房间 当房东在深夜来骚扰贝拉时 她向一位父亲般坚定地将其驱逐出门 除此之外 利雷几乎为她包揽了所有的生活事物 包括在凌晨去酒吧接她下班 并教她如何妥善保管金钱 但这场看似和谐的同居生活 也面临挑战 因为贝拉作为一名脱衣舞女 她的对话内容 常常围绕一些利雷难以接受的话题 这让视她如女儿的利雷感到极度的不适 为了让她拥有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利雷首先决定从改善居住环境着手 她购买了新的床上用品 然后开始教贝拉如何保持房间的整洁和有序 看起来是一个平常的举动 却是触碰到了贝拉内心深处脆弱而敏感的部分 她自然也渴望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现实是自从母亲去世 父亲迅速抛弃了她 让贝拉如同一只受伤的流浪猫 在这冷酷的社会里遭受种种摧残 那个晚上贝拉再次遭到客人的虐待 在被抢走所有钱财后 她不得不向利雷求助 希望她能为自己出头 但利雷告诉她 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 谁会带着所有钱外出 谁会放弃安稳的生活 而选择重回那肮脏的深渊 听到这些指责 贝拉愤怒地反驳道 由于缺乏安全感 她总是带着所有积蓄 因为没有人教过她如何生存 她只能用自己的身体 换取日常所需 尽管现在有了利雷的照料 但归根结底 她还是依赖着男人生活 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这样度过余生 贝拉蹲在地上 哭得生死力竭 面对眼前的情景 利雷觉察到自己改造的过于急躁 于是她决定花更多的时间 努力引导贝拉走回正轨 与此同时 她的妻子路斯 已经无法在耐心等待 经过研究汽车的各项功能后 她再次启程 不料刚出车库便遭遇到问题 路斯沿途小心翼翼 驾车经过一整天 直到夜晚 她在餐厅遇到一个相当对二的男人 但尽管面对其主动搭讪 路斯礼貌地拒绝 因她的心中 仅有与她共度30年的丈夫 与此同时 利雷全心投入教导贝拉 如何正确面对生活 为贝拉制定一个 关于说脏话的规则 尽管遭到贝拉的反抗 但贝拉在内心深处 还是感觉到快乐 因为在她心中 父亲的形象就应该如此 之后 贝拉主动向利雷道歉 并答应逐渐做出改变 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驾驶之后 路斯终于安全到达新二良 在通知利雷来接她的电话中 利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多年来 路斯以各种理由拒绝出门 也成为他们夫妻关系 日渐疏远的主因 而现在看到路斯勇敢面对心魔 重新振作 利雷感到无比欣慰 考虑到路斯已经到来 利雷决定不再隐瞒 她坦言 自己与一名脱衣舞女郎贝拉相识 并希望介绍给路斯 起初路斯感到失望 以为利雷又开始新的恋情 但当她见到贝拉时 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路斯发现她的丈夫 把一个陌生的贝拉 视为自己的女儿 这感觉如此荒谬 以至于她立刻离开 将自己锁在汽车中 不愿面对现实 直到深夜 路斯终于在利雷的坚持下 回到了公寓 一方面 她想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进展 另一方面 她也想见见贝拉这个女儿 而在贝拉纯真的心中 既然利雷是好人 那她的妻子也定是好人 于是贝拉并未对路斯的 突然造访生气 反而友善地邀请她 一起外出用餐 贝拉不断强调 与利雷的关系是纯粹的 路斯默默作声 一方面 她明白丈夫接近贝拉的目的 另一方面 她也无权去责备别人 因为与她所造成的伤害相比 自己的过错更为严重 贝拉好奇地询问了 当年发生的事 但路斯却直直无误 不愿直接回应 用餐后 贝拉按习惯回到酒吧工作 不过这次她提前回来 因为她感到小腹剧痛 严重到连上厕所都困难 路斯听着贝拉的痛苦描述 结合她的工作性质 立即判断出了问题的所在 随后 她唤醒了还在梦中的丈夫 让她去购买药物 而她留下来帮贝拉做起了清洁工作 她的举动温柔而细心 像极了贝拉的母亲 后来 路斯得知贝拉之所以生病 是因为她多年未曾替换了内衣 而且还常将客户的小肺藏在内衣里 面对贝拉的身体状况 路斯在第二天 毫不犹豫带她去了商场 并亲自为她挑选了干净 且舒适的全面内衣 这个充满温馨的行为 让贝拉不自觉地想起了她的母亲 不过 听到母亲一词时 路斯的表情骤然变得展开 忽勉而来 原来十几年前 年轻的女儿在15岁时 和一个男孩交往 路斯由于担心他们会做出些什么 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没想到男孩发现了她 情急之下猛踩油门 不幸与一辆卡车发生碰撞 当路斯赶到现场时 他们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自那刻起 路斯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即使丈夫的外遇行为摆在面前 他也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利雷的原料 在结账时 利雷皱起眉头 看着这一堆物品 显然他对贝拉的选择不太满意 就像个父亲不离间女儿的穿着 尽管在外人看来 他们就像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这样的误解 让路斯无法在游戏世界中抽身 他时常不自觉将自己 投入到贝拉的母亲角色当中 见到贝拉 尚未完全恢复就急着工作 路斯站在门前 用道德劝他放弃这个工作 虽然路斯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这种挥之不去的母性 过度的关爱和不明一文的管控 成了他与人沟通的阻碍 贝拉拿去书包冲了出去 对利雷的呼唤完全不理不睬 当这场游戏再也无法继续时 夫妻两人打算收拾行长返回老家 让生活重新回到平静的轨道上 可就在这时 利雷接到了警局打了个电话 贝拉被他们在一次行动中抓获 考虑到他年轻 现在只要支付一定的保证金 就可以由家人带着回家教育 付款后 利雷铁青着脸坐回了车 路斯在思考贝拉未来的路时 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样压抑的环境 让贝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此在利雷停车等红灯时 贝拉立刻打开车门跑了出去 利雷担心他 穿成这样单独在外面会遇到危险 也急忙追了上去 然而他的步伐越迅速 利雷逃离的速度也越快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 利雷终于彻底醒无 在离开前 他交给邻居一些钱 希望在贝拉陷入困境时 能提供一些帮助 利雷处理完一切后 带着妻子回到老家 夫妻两人恢复了宁静平淡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一个电话震动了利雷内心的平静 电话那头传来贝拉熟悉的声音 但与几周前的稚嫩和急躁相比 她现在的语气显得已经沉稳许多 贝拉感谢了利雷给她带来的温暖 并表示她决定听从路斯的建议 去另一个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 电影结束时 贝拉对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送上祝福 然后提着利雷送她的行李箱 坚定地登上了大巴 开启了她属于自己的全新人生之旅 文章